这是鹰版的甄嬛传 难打几的故事实属罕见 却是根据真实历史改编 他是大众马笔下欧洲最帅的男人 他也是英国国王最爱的男宠 一切源于女仆出身的母亲 令人发指的阴谋诡计 最终他们在男宠文化盛行的时代 从卑微的出身 成为英国宫廷有史以来最富有 最有影响力的母子 从法国学习宫廷礼仪归来的乔治 第一次勾引国王就出了乱子 他在宴会上被人绊倒 国王的男宠萨摩赛特全是陶天 他原本要砍掉乔治的手出气 紧要关头国王替乔治说话才赦免了他 乔治心灰意冷 玛丽认为改变现状唯一的办法 就是乔治必须尽快回到国王的视线中 然而要见到至高无上的国王 岂是那么容易 正当玛丽一筹莫展时 国王身边的大臣大卫格雷厄绝世约见他 他选在一处拼替的妓院 一进门一个妓女便搭上玛丽 他们好一阵寒暄 他才放玛丽进去 未避讳他人大卫只带了一个随从 他同样厌恶萨摩赛特的一手遮天 如果乔治成为国王的新宠 必定会削弱萨摩赛特的嚣张气焰 大卫说国王会去观看一场比赛 假若乔治在路上被国王看到 一定会再次引起他的注意 但这条必经之路只有他知道 大卫说其实皇后也一样讨厌 骄纵的萨摩赛特和他带来的那些苏格兰男宠 出于国王的庇护 皇后也只能忍其吞声 乔治提前来到小道准备迎接国王 谁知宫里的关系户们早都告诉了自己人 一大早这群打扮的花枝招展的男人们就在此守候 他们上至年迈老翁 下至亲郡公子 穿着箱底拿出的昂贵礼服 他们向老孔雀般搔手弄姿 乔治却被一个老头盯上凑近乎 老头提到国王和萨摩赛特的相识 一次比赛中萨摩赛特摔断了腿 国王对他异常怜悯 之后他成了国王身边的红人 突然国王的马车驶来 男人们纷纷欢呼希望引起国王的注意 但乔治却被挤在人群之后 等他拨开人群时 国王的马车已经呼啸而过 第二次计划再一次失败 气急败坏的乔治跟母亲抱怨 无论是谁告诉你这条 只有他知道的小路 以后都不要相信他们 母亲故意大声吆喝乔治一起去打猎 原来哥哥约翰一直在家卧床好几天 母亲在林中发现了家里女仆的猎犬的尸体 显然他是被人掐死的 玛丽在约翰手上看到了狗咬的伤口 玛丽听说首席大法官爱德华爵士 正在为年幼的女儿 寻找一位温柔细腻的如意狼君 玛丽说他邀请爱德华一家来做客 他希望乔治能帮哥哥这个大忙 乔治只有听从母亲的话 朝狗捕了一枪后将他抱回女仆面前 他解释狗是他打猎时不慎打死的 女仆却发现枪口周围并没有血迹 他知道是乔治替哥哥顶罪 他让乔治转告夫人 自己一直将狗视为生命 但他们的这出戏眼的太假 他一眼就能识破 很快爱德华夫妇带着自己孱弱的女儿来赴宴 爱德华是妻子的第二任丈夫 夫人带着丧夫丰厚的遗产嫁给了爱德华 餐桌上夫人观察到一言不发的约翰 看起来就不同于正常人 他听到的谣言都是真的 然而玛丽就要瞒天过海 将自己的傻儿子给他做女婿 毕竟谁都知道 他给女儿的嫁妆是一笔可观的财富 他讽刺玛丽两个儿子 一个智商不够 一个想搭上国王 他还听到传闻玛丽并不是真正的贵族 爱德华提醒妻子说话注意分寸 然而妻子连着他也一同教训起来 玛丽一言不发 他并不想得罪这个女人 爱德华夫人叫走了女儿 爱德华也只有道歉后离开 原本可以是一场愉快的相亲聚会 却以这样的方式结束 被人欺负被人侮辱被人瞧不起 那又怎样 玛丽就是在不断打怪升级 她知道只要搞定大boss 这些人迟早会给自己下跪 殊不知不久的将来 爱德华夫人就会将这个 她根本看不起的女人共上神坛 人们走后 约翰和女仆承认自己不是故意杀死的狗狗 当时他们在玩耍 狗狗突然叫得很大声 约翰很害怕才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 女仆只有无奈接受 有了两次的失败 乔治却越战越勇 他给母亲打宝票说 如果国王能看到我跳舞 他一定会记住我 母亲决定去疏通关系 最后放手一搏 这次必须万无一失 否则一定会引起 塞摩萨特的疯狂报复 玛丽求大卫引见他们和皇后见面 并保证事成后有她的好处 见到皇后的一刻 玛丽知道这次终于找对了人 皇后毫不掩饰地诉说了 对萨莫塞特的尊物 多年来他时常仗着国王的恩宠 连皇后都不放在眼中 盛大的宫廷舞会中 华丽炫目的礼服 令人眼花缭乱 叹为官职 女士充分地体现出 淑女的矜持与高贵 而男士则充满歧视的潇洒与丰富 乔治被安排站在C位 若隐若现的白色薄纱 透出他强健的肌肉 挺拔的身姿 坚定的眼神 一颦一笑 瞬间俘获了老国王的心 但他们的秘会 必须躲开那个 和橡皮糖一样 黏在国王身上的人 皇后谎称孩子生病 叫走了国王 再加上大卫的掩护 他们成功地避开了萨莫塞特 国王授予乔治爵士头衔 他许诺可以给乔治 任何他想要的东西 直到第二天 清晨萨莫塞特 才发现了乔治 他叫嚣着恶狠狠地 揪出了乔治 乔治像个可怜巴巴的 瘦其包守在门口 他知道 要想真正走入老国王的心 只有忍辱负重 首先就是要吞下无尽的委屈 才能获得老国王的怜悯 对男人来言 他们总是喜欢 不断追求新鲜感 当男人长时间 喜欢同一类型的人 想要追求新奇时 势必会对另一种 相反的人着迷 对于萨莫塞特的 骄横跋扈 乔治就用无限的温柔 去应对 此处无声胜有声 就是乔治最大的胜利 他知道 让国王喜欢的硬核 并不只是英俊的外表 只有俘获他的心 才能让他欲罢不能 毫无保留的付出 玛丽来找律师 正看到他在收拾满地狼藉 律师说 一个男人来找我 要知道有关你的一切 玛丽猜不出 究竟谁才会这样 好奇他的身世 这天国王外出打猎 所有的男宠都要陪同 午餐时 乔治以年轻人 可以多吃点 暗讽萨莫塞特年级过大 原本是句玩笑话 对方却起身就要动手 国王问乔治是否会法语 这正是乔治在法国 学习的重要一项 乔治马上用流利的法语 和国王对话 整个欧洲的宫廷都流行 说法语 可萨莫塞特 却像个石头般学不进去 国王渐渐对这个 充满智慧的男孩 刮目相看 他完全和萨莫塞特相反 他谦卑勇敢又善良 正当所有人都在奋力 追赶一头迷路时 萨莫塞特故意 跟在队伍后面的乔治身边使坏 他一次次拖拽乔治企图 将他拉下飞驰的骏马 幸亏乔治身手敏捷 才逃过他的推丧 这时乔治看到国王 也从后面跟了上来 乔治突然自己坠下了骏马 随后他狠狠撞在大树上昏了过去 萨莫塞特异常好奇 他为何自己坠马 终于乔治被国王唤醒 国王表示人们经常说 英勇和尊严在我的统治下消亡 虽然他们说话很小声 但我全都听到了 而你就是他们撒谎的 活生生的证据 乔治假装善良不惹是生非 国王感叹和他在一起 梅尔与我诈 内心平静 安静的乔治紧紧环抱国王的腰身 他知道国王一定会将这笔账 寄在萨摩塞特头上 果然在了结迷路最后一口气的 这项最重要的收尾工作时 他拒绝了萨摩塞特 他将长剑插入泥土 回头给了乔治一个眼色 乔治顺从地拔出长剑插入迷路腹枪 结束了这场战斗 国王将露血擦在乔治脸上 希望能激发他的斗志 殊不知这只是乔治为了得到他同情的诡计 回公路上 国王虽和萨摩塞特坐在同一辆马车内 但两人却一眼不发 乔治则看到马车外的男人们 疯狂地叫喊声 感触颇深 要知道前几天 乔治也曾是他们中的一员 然而税嫩的乔治 怎会如此容易就取代了萨摩塞特 萨摩塞特蒙住国王的眼睛 在琴师面前说着让人心跳的情话 送走国王后 他才扯掉琴师的眼罩 他就是要乔治知道 他在国王心中的地位无人取代 夜里大卫相约玛丽来到老地方 他得知这场狩猎比赛 乔治深得老国王的宠爱 大卫说虽然乔治暂时获胜 但未来依然有诸多困难 以后他要亲自指导乔治如何应对 玛丽就不要再参与其中 眼看着好不容易就要拿到大结果的玛丽 怎会轻易放手 大卫说出玛丽只是个卑微女徒的身份的事实 此时玛丽才知道律师口中 那个神秘的男人就是大卫 玛丽问他有何证据这么说 大卫则表示律师的签名文件在他手里 突然大卫开始不停的哽咽咳嗽 玛丽说你以后记住不该在妓院里吃太多的西梅 妓女在里面添加了毒物 在客人们不给钱的情况下 故意让他们吃下西梅 吃得越多就中毒越深 原来早已和玛丽串通好的妓女 刚才在西梅里加入了大量的毒药 大卫被活活毒死 随着她的离世 原以为这个秘密也一同会被她带走 但没吃几个西梅的男仆苏醒过来 她摘下大卫的戒指 连同那封律师签名的玛丽身份的密信 交给了大法官爱德华爵士 另一边玛丽经过妓女的精心打扮 去皇宫找寻几周都没有消息的乔治 当她得知乔治的禁狱时 却彻底傻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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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